第七章 本作爱吃抄手 烈日当头 死生之巅百里辉红 狼舞绵延 作为修仙众派中的后起之秀 他和上修界那些名门望族颇位不同 拿如今最鼎盛的灵仪如风门来说吧 人家的主殿叫做六德殿 意在希望弟子能够致 姓 圣 义 人 中六德俱全 弟子居住区域叫做六行门 告诫门徒彼此之间要孝 有 穆 阴 人 序 授课的地方叫做六一台 指的是 如风门弟子需要精通理 乐 舍 玉 书 树六般记忆 总而言之 就是高雅的无边无际 反观死生之巅 不愧是贫寒出身 名字取得那叫一个一言难尽 担心殿 善恶台 那都算好的 大概是默然他爹和他伯父实在默读过几天书 想到后来憋不出几个字了 开始胡闹 发挥类似于血压之类的取名天赋 所以 死生之巅有很多抄袭地府的名字 比如 弟子自我反省的暗示就叫阎罗殿 连接修器区和教习区的御桥叫做奈何桥 饭堂叫做孟婆堂 阎舞场叫做刀山火海 后山禁地叫做死鬼间 诸如此类 这些还算好的 在偏歇的地方 干脆就叫这是山 这是水 这是坑 以及著名的 哇哇哇两座陡峭悬崖 长老们的寝殿自然也难逃苛旧 各自都有各自的绰号 楚婉宁自然也不例外 他这人喜好宁静 不愿意与众人住在一起 他的居所修在死生之巅的南风 隐没在一片修竹碧海中 亭前旭有一池 池中红莲碧日 由于灵力丰沛 池中中年芙蓉盛开 灿若红霞 门徒暗中称此风景秀美之地位 红莲地狱 漠然想到这点 不由地笑出声来 谁让楚婉宁整天一张婉娘脸 门中弟子看到他就跟看到修罗历鬼似的 历鬼呆着的地方 不叫地狱叫什么 薛蒙打断了他的遐想 亏你还笑得出来 快把早饭吃了 吃完之后 跟我去上了台 师尊今日 要当众罚你 漠然叹了口气 摸摸脸上的鞭痕 痛 活该 唉 不知道天文修好了没有 没修好 可别再拿出来省我了 谁知道我又会胡说八道些什么 面对漠然真心实意的忧心忡忡 薛蒙的脸都长红了 怒道 你要是敢当众出颜妃 妃李师尊 瞧我不拔了你舌头 漠然无脸白手悠悠道 不用你吧 不用你吧 师尊在哪柳腾捆我 我就当场自裁 以正清白 陈时道 漠然照规矩 被带上善恶台 他放眼望去 下面一片深蓝色的人海 死生之巅的弟子 都穿着门派衣袍 拦得几乎有些发黑的 静装轻甲 尸首腰带 护手和一百处镶着的银颠 闪闪发亮 续日东升 善恶台下 一片假光 漠然跪在高台上 听思律长老在他面前 宣读着长长的罪责书 玉衡长老门下图 莫威语 目空法度 罔顾教会 不遵门规 道义伦丧 触犯本门第四 第九 第十五条戒律 暗律荡帐八十 超门规百变 静逐一月 莫威语 你可有话要变 莫然看了一眼远处的白色身影 那是整个死生之巅 唯一不用穿筒一蓝底 迎鞭袍的长老 除尔宁雪断卫衣 银雾效尾薄照 宛如披着九天清霜 人却显得比双雪更波凉 他静静坐着 距离有些远 莫然看不太清他脸上的表情 但想也知道 这人定是毫无波澜的 深吸一口气 莫然道 无话可辩 戒律长老又按规矩 问下面的众弟子 若有对判决不服 或另有陈词者 可与此时一续 下面的一众弟子 都开始愁愁犹豫 面面相去 他们谁都没有料到 玉衡长老楚婉宁 居然真的能把自己徒弟 送上善恶台 当众成见 这事儿说好听了 叫铁面无私 说难听了 叫冷血魔头 冷血魔头 楚婉宁淡淡地支着下巴 坐在位置上 忽然有人用扩音术喊道 玉衡长老 弟子愿为替莫师弟求情 求情 那弟子显然觉得 莫然是尊主的亲侄子 哪怕现在犯了错 以后的前途 依然还会是光明一片 于是决意要趁机讨好莫然 他开始胡说八道 莫师弟虽有过错 但他平日里有爱同门 帮助弱小 请长老 看在他本质 非恶的份上 从宽处理 打算讨好莫师弟的 显然不止一个 渐渐地 听莫然说话的人多了起来 理由千奇百怪无所不由 连莫然自己听的都尴尬 他什么时候赤子之心 胸怀天下过了 这开的是承接会 不是表彰会吧 玉衡长老 莫师弟曾经替我除魔未到 斩杀几手凶兽 我愿替莫师弟请公 公过乡邸 望长老减刑 玉衡长老 莫师弟曾在我走火入魔时 帮我疏解心魔 我相信莫师弟这次犯错 只是一时糊涂 还请长老减轻 对师弟的责罚 玉衡长老 莫师弟曾赐我灵丹妙药 救我母亲 他本是仁善之人 还请长老轻罚 最后一个人的说辞 被前一个抢了 一时无话可编 眼见着楚婉宁清寒的眼眸扫过来 集中生之口不择言道 玉衡长老 莫师弟曾助我双修 呼 有人憋不住笑喷了 那弟子顿时面红耳士 善善退了下去 玉衡 息怒 息怒 戒律长老见状不妙 忙在旁边劝他 楚婉宁森冷道 我从未献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他什么名字 谁的徒弟 戒律略微犹豫 而后硬着头皮轻声道 小徒要脸 楚婉宁挑了挑眉 你的徒弟 要脸 戒律长老不免尴尬 红着老脸差话题 他唱音还是不错的 收来祭祀时帮得上忙 楚婉宁哼了一声 转过脸去 懒得和这不要脸的戒律 长老废话了 死生之巅 上下数千人 出十几个狗腿 很正常 默然看那几位兄台 言之凿凿的样子 自己都要信以为真了 厉害厉害 原来擅长睁着眼睛 说瞎话的不止自己 咱这门派那人猜几几啊 被念了无数遍玉衡长老 请开恩的楚婉宁 终于朝中弟子发话了 替莫威语求情 他顿了毒 说道 可以 你们都上来 那些人不明其咎 战战兢兢地上去了 楚婉宁掌中金光闪过 天问听命而出 嗖的一声 将那十几个人捆作一团 牢牢绑在原处 又来 莫然都快绝望了 他看到天问就腿软 真不知道楚婉宁 是哪搞来的 这么变态的武器 得亏他上辈子不曾取亲 谁家姑娘许给他 不活生生被抽死 也要活生生被问死了 楚婉宁眼神中颇有嘲讽 他问其中一个人 莫然曾经帮你除磨味道 那弟子哪里抗得住 天问的折磨 立刻嚎道 没有 没有 又问另一个 莫然助你摆脱走火入魔 哎呀 不曾 不曾 莫然赐你灵丹妙药 啊 救命 不不不 我编的 是我编的 楚婉宁松了榜 但随即仰手狠狠一挥 噼里啪啦火光四箭 天问猛然甩出 照着那几个说谎的弟子 背上狠抽过去 刹那间惨叫连连 鲜血飞溅 楚婉宁拧着剑眉 怒道 喊什么 给我跪下 戒律使 在 给我罚 是 结果那些人非但没有捞到好处 反而每个人因为触犯匡骗截律 各自被打了石棍 外加玉衡长老法外附赠的狠狠一柳腾 入夜后 默然趴在床上 虽然已经上过了药 但背后全是交错的累累伤痕 连翻身都做不到 痛得泪眼汪汪 直吸鼻子 他生得可爱 如此物业蜷缩的模样 就像一只挨打了的毛绒猫崽子 可惜他想的内容 却实在不像的崽子该有的 他揪着被褥 咬着床单 幻想 这就是楚婉宁那孙子 他咬 踹 踢 撕扯 唯一的安慰 是师妹端了亲自坐的抄手来探望他 被那双温柔怜惜的眼睛凝视着 默然眼泪掉得更凶了 他才不管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喜欢谁 就爱跟谁撒娇 这魔痛啊 你还起不起得起来身 师妹坐在他床边直叹气 师尊他 他下手也太狠了些 瞧把你打得 有几处伤口 写到现在 都莫止住 默然听他心疼自己 胸腔渐渐升起一股暖流 明润的眼睛从被褥里抬起 眨了眨 师妹你这么在乎我 我 我也就不疼了 哎 看你这样 怎会不疼 师尊的脾性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以后还敢翻这模大错模 烛光里 师妹有些无奈 又有些心疼地瞧着他 那风情万重的眼眸 波光盈盈 宛如温吞春水 默然心下微动 乖巧道 再也不会了 我发誓 你发誓 有哪回当了针 但说归说 师妹终于笑了笑 抄手放凉了 你起得来磨 起不来就趴着 我喂你吃 默然原本已经爬起一半了 一听这话 立刻瘫倒作 半身不随壮 师妹 无论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默然最爱吃的都是师妹做的超手 皮薄如云烟 馅嫩如凝汁 每一只都银润饱满 滑软鲜香 入口即化 唇齿流芳 尤其是汤头 熬得奶白醇厚 撒着碧绿葱花 嫩黄蛋丝 再浇上一勺蒜泥煸炒过的红油辣椒头 吃到胃里 像是能暖人一辈子 师妹一勺一勺 小心翼翼地喂她 一边喂 还一边跟她说 今天没有割红油 你伤得厉害 吃辣不容易好 就喝骨头汤吧 默然凝望着她 简直一不开视线 笑着说 辣的不辣的 只要你做的都好吃 真会说话 师妹也笑 加起窝在汤里的一个荷包蛋 赏你个溏心的 知道你喜欢 默然黑黑地笑了起来 额头呆呆翘起一撮乱发 像是开了一朵花 师妹 怎么了 没啥 就是叫叫你 呆毛晃呀晃呀 师妹 师妹忍着笑 就是叫叫我 嗯嗯 就是叫叫你 觉得好开心 师妹愣了一下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额头 这傻孩子 可不会是发烧了吧 默然扑的一声笑出来 打个半个滚 侧脸瞅着她 目光明亮 像是盛满了细碎星辰 要是能天天吃上师妹做的超手 那就太好了 这不是一句假话 师妹死后 默然一直很想再尝一次她做的龙手超 可是那样的滋味 却再也回不来了 那时候 楚婉宁还没有与她彻底决裂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愧疚 看着默然一直跪在师妹关前发愣 楚婉宁悄然去了厨房 活面剁线 细细地包了几个超手 只不过还没有包完 就让默然看见了 痛失至爱的默然根本无法忍受 只觉得楚婉宁的这种行为 是在嘲讽自己 是在拙劣地效仿 是在刻意刺痛自己 师妹死了 楚婉宁明明可以救的 却不肯施以援手 事后还想替师妹包超手给自己吃 难道她竟以为 这样会让自己高兴 她冲进厨房 打翻了所有的器皿 血浴饱满的超手 滚了满地 她朝着楚婉宁吼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她用过的东西 也配做她做过的菜 师妹死了 你满意了吗 你是不是非得把你所有的徒弟 都逼死逼疯 你才甘心 楚婉宁 这世上再也莫人能做出那一碗超手了 你再模仿 也像不了她 如今这一碗 她吃得既高兴 又感慨 慢慢地吃到后面 虽还笑着 眼眶却有些湿润 幸好烛光暗淡 师妹看不太清她的细微的神情 莫然说 师妹 嗯 谢谢你了 师妹一愣 旋即温柔笑道 不就是一碗超手膜 至于跟我这么客气 你要是喜欢 我以后常做给你吃就是了 莫然想说 不只是谢你一碗超手 还想谢谢你 上辈子也好 这辈子也罢 只有你是真的看得起我 没有介意我的出身 介意我在外面摸爬滚打 不择手段的十四年 还想谢谢你 若不是因为忽然想起了你 重生之后 恐怕我也会忍不住杀了容久 再铸成大错 再走上昔日老路 幸好这辈子 重生在你死去之前 我定然要将你护得好好的 若是你有样 楚婉妮那个冷血魔头不愿救你 还有我 可是这些话 哪里能说出口呢 最后漠然只是咕嘟咕嘟 把汤都喝完了 连根葱都没有剩下 然后意有味尽的舔了舔嘴唇 酒窝深深的 像绒毛小奶猫一般 很是可爱 明天还有吗 师妹哭笑不得 不换些别的 不腻磨 天天吃都不腻 就怕你嫌我烦 师妹摇头笑道 不知道面粉悬够不够 要是不够 怕是做不了 如果不行的话 你看糖水鸡蛋好不好 也是你爱吃的 好呀好呀 只要你做的 什么都好呀 漠然心中草长鹰飞 开心地恨不得抱着被子 打两个滚 看看师妹多贤惠 楚婉宁 你尽管抽我吧 反正我躺在床上 还有美人关心伺候 哼哼哼 想到自己那位师尊 刚刚的柔情里 又忍不住掺上一棚木 漠然重新开始怨念地 抠着床板缝 心道 什么晚夜欲横 什么北斗先尊 都他 妈的狗屁鬼扯 楚婉宁 咱们这辈子走着瞧